但肯定Tesla不止于360元的 它的估计是多多多于360元的 我对我自己的神预测都是非常之惊讶 我10月1日和4日那天说Tesla有多么厉害 它多么先进 有些网友已经问我是不是要买这只股票呀 我没有正面答大家的 当然我自己买了 因为我都不是很清楚它究竟会升到多少 也都不知它什么时候会升 但估不到到我拍片那天12月15日 已经升到360元 更加估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 已经升到400元了404元收市 已经升到21%了 如果醒的网友大家收到钱了是不是 今天我们现在在日本的羽田机场 因为我等着转机去北海滑雪 有时间无无聊聊 我们讲下上次等了很久还没讲的题目就是AI AI其实是什么来的 上次Cyber Truck我讲Cyber Truck Tesla在萧生看到 其实很多都是他的粉丝来的 我看完他的片 猜不到他都有看我的片 还要公开表扬我呢 其实是又惊又喜的 我们前两条讲到Cyber Truck 他就有个叫Full Self Driving的AI系统 人工智能来的 其实AI Deep Learning Neo Network 那些其实是什么呢 会不会我们弄到叮当出来呢 弄到个Terminator出来呢 现在AI又做到什么呢 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直接讲啦 首先我们分清楚你 AI和机械人是两个concept来的 那AI就还AI 机械人就还机械人 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 但是不知道有些人会将它连在一起的 机械人只是一架很大架的铁来的 没错啦 大家从小看大那个叫高达 那个高达只有一大架铁来的 无论他几先进又上到太空又小飞又射火箭 他都是有一条人要坐在里面握住他的 他不是需要自己走的 那另一个由小到大我们看的机械人就是Terminator 那其实它的中央是个叫Skylet的东西 Terminator的机械人本身呢 只是一个它复制出来的复制品而已 它可以是这个可以是那个 其实它的真身就不是那个机上面的 是个Software来的 那所以AI是Software来的 机械人只是一堆电线和一堆铁来的而已 那Tesla就弄了个AI出来驾车啦 那IBM、Google就弄了一些AI出来下棋啦 那大家都知道啦 那是Software 因为那些下棋和驾车的AI你是摸不到它的 你摸到车但是摸不到那个AI的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讲这些呢就叫Nero AI 就是一些窄的AI 那它只有一个功能而已 就是捉围棋它很厉害 但是你叫它捉波子棋它又不懂的 你叫捉围棋那个电脑它又不懂驾车 驾车那个不懂驾围棋 那其实它们是很白痴的 那但是叮当又怎样呢 叮当就不是啦 叮当叫General AI 就是它什么Q都懂的 就是好像一个人那样的 是自我学习的 那但是现在呢是未发明到出来的 那开始呢有少少发明到啦 它们呢叫这个做Chatboard Chatboard呢就是跟人聊天 它在一边跟你聊天 在一边上网跟人聊天 跟其他人聊天呢 聊天聊天聊天呢 它就学会了聊天这件事的啦 那但是因为它跟人聊天 就像个小朋友那样 你跟他讲什么他还跟你讲什么的 好像你教个BB仔讲粗口呢 他就会讲粗口的啦 那这个AI都一样的 Microsoft就弄了一个AI出来的Chatboard 放上网跟真人聊天 那你知道啊 鬼佬都很多年登网的嘛 那一个叫4chan呢那些人呢 就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又疯狂跟他讲Donald Trump呀 那些种族歧视呀 骂人呀讲粗口呀 那他很快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啦 误入歧图呀 变成了一个银的青年人那样 那另外呢 Facebook呢 就玩另一样东西 他就找了两个Chatboard 啊 这个Chatboard 会跟forum的人聊天啦 那他试一下 如果两个Chatboard 互相聊天又会怎样呢 那最后呢 他们自己不停聊天不停聊呢 就聊了一堆呢 是他们先明白 但是连设计者 即那群programmer 都不知说什么的software出来 他们自己发明了自己的语言呀 即是越聊越恐怖 那就吓到programmer 那两个都是马上关机啦 Microsoft和Facebook的这个呢 都是吓到programmer之后呢 就关机啦 那现在有那些呢 就叫Nero AI 就是刚才讲过啦 那他最主要的方法呢 就是靠一个叫Nero Level 神经系统的学习一些新东西的 那其实里面包含了些什么呢 就是包含了最主要 现在最盛行和最成功的 叫Machine Learning和Deep Learning 那就好像小朋友学习一样啦 就建立了一个神经系统 好像你的脑子会想东西啦 那他透过是不停大量数据 不停try and error 不停呢 从错误中学习的 是不是很恐怖啊 听过觉得恐怖 即好像我们教小朋友那样 不停给很多example去看 不停告诉他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这个 这个就是车啦 这个是小鸟啦 这个就是飞机啦 不停讲给他听 他看着看着呢 他就开始明白的啦 那Tesla呢 他上次有讲过Tesla 讲一条片啦 他就讲怎样教电脑认一条蜥蜴 那他就不停给很多蜥蜴的图片去看 告诉他这些全部都是蜥蜴来的 那一万张一千张一百万张给他 那那个电脑呢就会开始有些matrix 就会将这个蜥蜴呢 就化成一些数据数字分数那样 那呢就透过很多张看了很多条片 很多张相 一百万张蜥蜴的相 和一千万张不是蜥蜴的相 那他就分到呢 什么是蜥蜴啦 那上一集呢 我们那个Google的Vision AI 那他懂得分人和懂得分狗 懂得分城市、市镇、车 就是透过给很多很多相 那些人告诉他 这个是天空、这个是山、这个是水 这个是O 就是不停有些人告诉他 是什么来的 那跟着他就再基于人 告诉他那样东西呢 就再计数 再分析 就变成一堆数字 那就会变成个AI啦 但是那堆数字呢 是没人理解的啊 除了电脑理解之外呢 Programmer自己都不理解 为什么那堆数字 和他中间运作到那些参数呢 是怎样令到他知道 这就是蜥蜴啦 是Programmer都看不明白的 就像刚才Facebook那个 他两个chatbot自己聊天 聊聊Programmer都不知道他在聊什么 但他们两个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喔 那Tesla呢 就是靠这个方法呢 建立了他的Vision 就是他自动驾驶系统的Vision 那就是靠其实后面呢 背后有很多人告诉他 那他又有另一个图呢 show了99.999% 就是每一个狗呢 都有不同的难度层次 那就第一个狗就是车啦 第二个狗就是奇怪一点的车啦 第三个狗就是越来越奇怪的东西啦 一路向后下去 那就要靠人告诉他 这个都是一辆车来的 那都是靠try and error才知道的 那他们哪里拿到那么多数据呢 没错啦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架车在街上走 每一架车的镜头呢都拍住所有的东西 每一天在走 那他变成了呢 就会得到大量数据 无论你其他公司呢 怎样放这些车出街都好呢 都放不到一百万架车出街 因为他是卖出去的嘛 被人驾的嘛 你们呢又要付钱去养一架车 他每放一架车出街呢 就是在赚钱的 那因为是两个层次的concept 所以其他人是追不到他的 那另外呢 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钟都在驾这辆车 有个人在后面控制的嘛 那他的电脑就分析 究竟怎样为之对怎样为之错 再对比你每一秒都有个司机去input的时候呢 他就知道 为何我想那样东西不同 你司机控制输入那样东西呢 那他就会再分析了 那这也是其他AI公司 其他IT公司而已 不可能追到的 因为你每做一件事呢 你都是要付钱出去 付个人的人工去教电脑的 但是Tesla就不用了 因为司机本身一百万个司机 每一天就帮他教他的电脑 你明白吗 即是免费帮他做这件事的 那他有了这个vision之后呢 就怎样会学会走路呢 那那个vision就是一样东西啦 懂得走路呢 其实是另一样东西来的喔 那如果懂得走路这样东西呢 最容易名呢 就是用打机那个理论去解释 那你有没有看过呢 有些人打个flat p bird 和找个AI去打flat p bird 和打mario 他就不停呢 打一百万次打一千万次这样 每天不停在那里打 那他打打下呢 不停错的时候呢 他每一步呢 即是其实呢 是用一个很暴力的制度 硬疯狂地试呢 试了一个完美的setting出来 那他就懂得可以完美地过版mario 和完美地玩的flat p bird呢 是玩到永远呢都不会输的 可以试到一个完美的setting出来 那其实tesla都是类似的那样东西啦 那alpha go呢google那个都是这样的 他和围棋那个围棋第一人李细石呢 初头都是你赢一局我赢一局这样的嘛 那他输了给李细石那天呢 他就回去疯狂地练习 他疯狂练习自己和自己捉 自己呢生两个AI出来呢 疯狂捉一亿铺 那就会发现了一些新setting 跟着呢 下次再和李细石去捉的人呢 他已经升了几十个level 升了几百个level呢 因为他回去疯狂地在这里苦练 闭关苦练嘛 那呢 已经是完全追不到他啦 李细石是 他直接投降 发现呢 哇 为何隔了两个星期回来 厉害了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他疯狂自己捉 其实还有呢 有人啦 有人讲过呢 online其实有些像棋 围棋那些游戏的 那有些人呢 你就自己上网免费呢 就 电脑就说网上对战啦 其他人跟你对战的 其实呢 原来是个AI跟你对战的 即个AI呢 就走进去一个 网上游戏中心那里 就和那些人去捉棋 那他就学会了那些人去捉啦 就一步一步学会了 厉害了啦 之后就再和李细石捉啦 那捉完赢了李细石呢 就再学了他的招数呢 那之后呢 就已经无人能敌啦 那所以呢 他这个neural level啦 deep learning呢 是学得超快 是快到人类不可想像的程度 而刚才最恐怖讲过呢 其实呢 他是有无限的可能 即每一层呢 他都有一万个可能 就搭后面每一层一百万个可能 就搭后面每一层一百万个可能 这样承上去 所以他后面呢 那些连线呢 是疯狂地连 好像脑里面呢 连到乱坑 根本无人知道连什么事的 连写出来的programmer呢 都不知中间连了什么 那个programmer呢 就是设计了这个连线的方法 这个algorithm 去给电脑 但后面怎样连条线呢 他自己都不明白的 所以其实programmer 自己都不知电脑做了什么的 就是整个架构和系统呢 就有人写出来的 但他train了之后的数据呢 programmer都不明白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很害怕的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他在做什么 就好像呢 你教一个小朋友 你教他 为何这些东西会入脑呢 为何是飞机 为何是车 这个是树 这个是火车 这个是天 这个是山 这个是水 你教他他有识的 但你其实脑里面怎么运作呢 你和我都不明白的 没什么人会明白的 就算现在最能够的科学家 都不知脑里面怎么运作的 总之就是关掉了 那AI电脑也是一样 里面怎么运作呢 是没人知道的 总之他关掉了 所以这个就是最害怕的 那特斯拉呢 那特斯拉呢 他说他的AI呢 基本上已经做到99.99%了 就好像小朋友 一个青年人 试得开车那样 基本上呢 他走适条路 但总会有机会呢 很少很少的可能性呢 他会走错路的 会发生事故的 那他们就是现在努力的 然后呢 不停不停去找出这个 最后的0.0000009% 那就是靠我刚才说的 电脑vs真人 为什么有时电脑 它们运算出来 和真人的控制不同呢 那他就发现到这些不同的例子 人和电脑的decision是不同的 那他完美这件事呢 那由于电脑的进发速度 是那么恐怖那么快呢 所以呢 Elon Musk呢 他有信心呢 下年就可以做到这个 全自动驾驶 再推出这个机械人的士 如果做到全自动驾驶呢 首先呢 Tesla呢 他的电动车呢 已经是无人能及的了 他七年前出过Model S 就是刚刚他股价爆升那天呢 到现在都未有另一个 汽车公司可以追到他七年前的产品 而我们也都见不到 有另一件产品是可以 这两三年内追到他啦 就是他的车呢 最少领先十年 那刚才他那个自动驾驶系统呢 就说了 因为他有一百万个人 现在一百万了 下年可能二百万了 就二百万个免费的 他的测试员给钱去帮他测试 就是司机啦 那所以呢 他进化得很快 也都是无另一间 汽车公司的AI系统可以追得到他的 那啊 所以啊 跟着呢 他就说推出了这个 全自动驾驶的机械人的士 那我们看到呢 那我们看到呢 起码二十年内呢 十几二十年内呢 都无其他公司可以追得到Tesla 他的车追不到啦 他的AI更加追不到啦 那所以呢就有分析师说呢 现在Tesla股价是三百六十元 他们说呢 最疯狂的那个呢 就说去到六千元 那但是肯定呢 Tesla呢 不止于三百六十元的 他的估价是 多多多于六三百六十元的 最近呢 他那个大陆的Model 3工厂呢 他由十个月呢 就由零开始一个烂地 起了一个完美的工厂出来 就在大陆上海那里做Model 3 已经出货啦 我们估计呢 他下年呢 就会出很多很多货给大陆 那啊 所以呢 Tesla这个股份呢 就简直是无限的upside 那有多厉害呢 我们今集又不讲啦 今集呢 讲了Ai 下集就讲下股 Tesla的股价有多恐怖 那啊 有多厉害 那记住订阅 share和like我这个频道啦 下集呢就是赚钱的重要一集啦 也是市贵的一集啦